講少少關於QT的歷史 它本身是1991年開始的 但是Commercialer是1994年的 那時候Commercialer有一點玩法 它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Open Source單位 一個是Commercial單位 它是讓你選擇的 Open Source單位是有限制 如果你用它的單位 你就要Open Source你的Code 換言之你只能夠用Open Source單位 來電話Open Source的應用 除非你覺得你的Commercial單位 可以Open Source 我相信絕大部分公司 都很介意這件事 即是自己的Source Group 要付出好朋友 所以它就提供一個 commercial license本身 你買了個commercial license之後 你就可以調整了 但其實QT的commercial license 很貴的QT 所以說出來 還要你 你分析你的application 還要給你Lesson fee Walti fee Per unit的計算 當時我做QT Sales的時候 很辛苦 第一件事就問我 Windows CE好像便宜一點 你怎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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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搞搞一下 變成我很討厭哪裏 因為我每次都要解釋 為何我強過哪裏 這件事是很辛苦的事 在那個年 當時是2003年到2004年左右 因為當時的發展 也未成為很厲害 QT 但我剛才說的功能 一半都沒有 所以當時很難說服人家賣 在2008年的時候 就被Lokia賣了 然後Lokia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就是把open source license 變成LGPL license LGPL license LGPL license的特點是 你可以不用open source as long as 你沒有修改QT的source code 即是它的要求 如果你中間有個bar 你fix了一個bar 或者你令到QT的performance 可能improve了在一些platform上高 因為做電子產品 最重要的是速度 你improve了這件事的話 那你就要把你的收掛 掛出來 但你的應用程式本身 是不需要one source的 那這個決定一出來之後 就立即有幾間公司 真的告訴我 你是不是真的做過QT 那如果我現在用QT 做一些cost platform的solution 怎麼辦呢 問問我的意見 各方面 有些就是做cost platform 有些就純粹做電子device 因為QT的開發來說 就比起GDK Plus 另一套Linux的GUI環境 其實是好很多的 GDK Plus 就有個問題 就是它有神秀秀 它大部分功能 其實都可以跟得上 就是QT有些東西 它很多都有 但是分成十幾種library 那有些library是GPL 有些是LGPL 那用之前 你conversialize之前 你先想清楚 先看清楚哪種license 你拼錯了 你就可能會更麻煩 所以當時 一拼錯了這件事 就是一拼錯了這件事 就馬上多了很多人去說 因為現在 直至這一刻 我可以說 QT是cost platform 是the best 沒有一套能夠跟QT 那所以如果 如果你有機會 做desktop 你有機會做window 要做window 要做window 要做Mac 那你基本上都是QT 如果你做一個 Embedded device 那個 device本身 然後你可能有desktop software 你要控制機器 或者跟機器 有些聯繫的東西 那QT也可以做到 變成你可以share 跟它一個code set 你Embedded 那個跟desktop 那個部分code set 是可以share到的 變成你的開發工序 其實也少了很多 那剛才都說了 一個cost platform 最高的 為什麼用QT 還有cost platform 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原因 第一 家人很Q 說了這句話 我也有點無管道 因為其實QT本 就是粗體 他們叫做Q 就是取限音Q 就是可愛的意思 他們經常說 QT的曲子很QT 你這樣說 不好意思 我也是有點無管道 我會覺得 在QT2的年代 就是我大學讀書年代 去到QT3 我買QT單身的年代 其實都不是很Q的 去到QT4 我就覺得就是Q了 我開始了一點 這裡再說 都是剛才說 最好的cost platform 的application 和UI framework 你寫的曲子 是在multiple device 你由window port去mac 是很簡單的 很多東西都不需要說 然後Embedded 和mobile phone 你可以用回 testort 用回台語的曲子 剛才所說的 LGPL 免費的 你不需要用錢 就可以用到這個軟件 用到這個開發平透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有一個很完整的SDK 和幻文 早期的minix 那些開發環境 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靈的SDK 很多時候 都要東平西臭 不是很完整的 不是很完整的 寫的 寫的一件事 Gi寫的另一個東西 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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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可能又要寫的寫的寫 寫的寫的寫 寫的寫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 也有些少許的 叫做Hacker雜星 其實我這件事很舒服的 我大學都說 有什麼想法 我用一些最難的 測試的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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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 我都覺得OK 但是對很多方法 如果你有一個 complete 的SDK 其實是很難用的 我本身 某程度上 Mobin和Lokia的合作 就是做Megle 某程度上 我覺得Lokia的SDK 其實有幫助很大 因為Mobin 有一個問題是 它沒有一個漂亮的SDK 我本身 它是承擇GTK Plus GTK Plus 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東平西臭 本身 UI Builder 各方面分得開 跟IDE的integration 是做得不好的 本身 變成寫上來 開發工作比較久 還有GTK Plus的設計圖 我寫了這麼多年 我都覺得自己 有一點麻煩 純粹設計圖 在兩個角度上 而QT 就完全是一個 complete 的圖案 一個IDE 我做了大部份的公司 我們先講 最主要是講Costpad 防上的優勝 免費 除此意外 除了免費 Costpad和特性之外 還有幾件事 其實QT 是做得非常優秀 它的GI Firmware 這個叫Graphical Firmware 動畫的Firmware Animation 還有QT Click 和Racket 那我先講一點 本身QT早期 就是做GI 我們大家 如果從寫的程序都知道 GI其實很多時候 In-Having Builder 就是幾個component 放在一起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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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成的東西 QT在這方面 其實都大致相一樣 但它有些很Sharp的功能 譬如說 它有一個叫Stylesheet的功能 本身 類似HTML 是CSS的 我示範一次 我直接 試試看 我先決定一個項目 好 這個就是QT 叫做Designer 就是Build Interface的功能 本身 首先我想 先把Film放上去 好 這裡有個Film 我想做一個程式 讓你輸入 一個Lock-in 一個Lock-in的東西 Check-pad也不太好 有兩個Label 要有輸入的東西 好 接著我還有一個 10mit的按鈕 好了 但現在就比較醜 我要排一下 好了 排好 這裡有一個 10mit按鈕 一個很簡單的 interface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些東西四四方方 其實很醜 個個都差不多 一樣 怎樣 好呢 它就支援Stylesheet 在Web來說 Stylesheet就是 譬如你可以 改變一個 Look and Feel 的Behaviour 但你又不需要 改變你的Code 你的Code structure 排位 各方面 可以改變 它本身也支援 譬如我現在 在這裡有一個 Change style shape 的功能 好了 那我加少許 東西 你看到 我按了它之後 現在它的背景 就變成白色 本身 我可以叫它 那我不是只 改這麼少東西 改改一個Border 我想它三個Pixel厚 塞力的 接著就是 黑色 我選黑色 黑 好了 現在變成一條黑邊 本身 接著我不像那麼少東西 我還想再做多些 單手打字 也不夠快 我加了這件東西 會變成怎樣 變成圓框 這樣就會 變成圓框 我現在只是改一個東西 我現在想把這兩項 拉input的東西 都順手改進去 我又繼續打 紅氧地 我想先圓框 圓框之外 再加一個Size Style 一個Pixel 你一按 就變成 其實它所有的東西都改了 它整個做法 真的跟你Web的CSS一樣 你只要設定了這幾句 一按下去 Style 就全部東西都變成了 本手牌 那變成這樣 你可以不用在改曲的情況之下 就改掉 Note and Feel 那程度上 其實QDD開發者 跟我們的開發者 都遇到一個同樣的問題 就是怎樣 我們很多時現在 尤其是iPhone出了之後 很多時都強調人家 怎樣寫到iPhone 就算帥仔 要漂亮的 我的畫面要漂亮的 經常都這樣說 但我們Engineer 怎樣弄得漂亮呢 你真的叫我配色 我不會配色 那條邊粗一點 厚一點 有什麼差別 我真的不會 那通常遇到的情況 就會找一個Designer 這裏改了一點 這裏改了一點 但是記住 Designer和Engineer 是講了兩樣不同的語言 他們的想法和他們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 一個火星 一個金星 有時看完感覺之後 又覺得要改變得更好一點 兜兜轉轉 所以如果你每次都要改變 例如剛才紅色的角色 我每個改一次的話 我真的會害怕 而Qt這個Style的功能 變成Style shape的功能 變成很簡單的 我已經可以跟它交易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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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裏改裝 含著 詞曲 扻